所謂這個,陳總統卸任後 從總統府把公文偷走 把他搬走,把他侵占 為了這樣還去搜索老法 這個侵占機密公文案 在特徵組也是查了好多年 為了這個案子還一直去監獄救訓 那個時候其實我父親身體已經很不好 這個案子在今年8月也是無罪前結 那現在在執行的是什麼案子? 龍潭案